亲爱的后感区选民 你是来自新加坡不孔角落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今晚我站在这里 让我想起了二十年前 后感选民是怎么样以最大的包容和勇气 给了我这个初处茅碌的年轻人 无比的信心 对我投下了信任票 最近这段日十里 回想这二十年来在这里走过的每一步 1991年我第一次参选 当时没想到用操作话演讲 在最后的一场群众大会 我在台上讲到一半 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士从台下 递了一张小纸条给我 我看内容写得很贴切 写出了人民的心声 把它念得出来 让操作话念得出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 操作话就成为我跟后感人之间 深刻的缘分 这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后港看作一个年轻潮州怒汉的成长 也正是你们坚定的支持 让我找到走下去的力量 所以刘成强在这里 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 但是人生总有必须做出艰难决定的时刻 新加坡的民主政治走到了重要的关键阶段 选民必须思考 新加坡在长远的未来 需要一个怎样的国会 人民的生活才会有保障 特别是 行动党正在自我更新 李总理说 下一任领导层会从这届大选 人民行动党推出的新候选人产生 不过他们也说 选人要看track record 就是过去的正细 但是 所谓的下一任领导层的track record 又去了哪里呢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 连他们是谁 可能都还搞不清楚 你真的 就这么放心地让这些新候选人 垄断国会 让行动党居序一党独大 然后 把民生议题的决策权 国家的未来 降落在这群不知道 还不知道是谁 的新一代人的领导人手上吗 看看我们 现在的国会 82比2 这是非常严重的失衡状态 实际上 自建国以来 因为行动党的种种手段和伎俩 使到反对党的国会议席 始终无法超越四个 严重失衡的国会 压述了反对党的制衡力量 也同时 无限放任了一党独大的大权 与傲慢的施政作风 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在世纪生活上 面对困难 被当成是 没有意思的牢骚 政府也懒得理 不同的意见或者建议 被当成是 为反对而反对 更糟糕的是 一些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重大民生政策 好像防止教育 医药费等等 在没有经过足够辩论 或者详佳思考 各方促进的情况下 以压倒性的优势 在国会表决通过